生涯七年从未缺席季后赛108场 你说塔图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第七至18赛季 海欧德开局受伤 欧文季后赛确证 他们一路杀进季后赛 碰到了18毡 但冬绝一扣 足够惊艳 1819赛季 全员健康承载了更多期待 但年轻人和欧文之间却生嫌隙 四轮几乎毫无抵抗力被雄鹿击败 19至20赛季 塔图姆首次进入最佳阵容 欧文离开沃克加盟 冬绝不敌热火 留下的记忆大概是 塔图姆最后被热巴缝盖 20-21赛季 球队伤病严重 双碳化进一步成长为25加德分手 首轮却被篮网绅士横扫 21-22赛季 生涯首次进入一阵 首轮复仇篮网 四轮G6攻下46分挽救赛点 冬绝抢期击败热火 总决赛错失好局 目睹勇士独冠 22-23赛季 连续第二年一阵 首次单赛季30加 半决赛抢期攻下51分率队晋级 冬绝0比3追至抢期 输给黑八热火 直到这个赛季 继续入选一阵 顺风顺水地进入总决赛 对于塔图姆来说 似乎只有夺冠和FMVP 才能扭转外界对他的印象 他在一支很好的球队里 你可以说他命好 但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他不可或缺 算是今年塔图姆已经打过5次分区决赛 第二次总决赛之旅 只有26岁 今年 他能讲述属于自己 年少有为的故事吗